前有大熊貓盈映淡下龍鳳胎 後有鎮港大熊貓安安可可敵港 最近大熊貓們可謂是香港市民關注的對象 香港許多地方都放上了大熊貓裝飾 許多商家也適時推出了大熊貓周邊產品 大熊貓經濟對香港影響如何 聽聽市民和商家怎麼說 就很高興拍張照片了 我們看到新聞所以特地來這裡看 熊貓逛逛街 喝茶 買東西 我們都留意到最近的新聞 說有兩隻新的熊貓安安和可可離香港 所以我們知道新城市有熊貓的LEGO 還有好像有些周邊的公仔那些 就有過來拍照 如果有些產品我們都會有興趣 可能會買的 這次我們在室內有超過80隻熊貓的裝置 一個超過4萬件的LEGO 砌成的熊貓去做 我希望利用這個眼球營銷 可以吸引多些遊客來到我們商場 看到明顯人流也有多了 人流方面我們增加了12% 而生意是有15%的增長 除了各種商場 店鋪 大熊貓居住的香港海洋公園 更成了大熊貓經濟的集中地 在熊貓禮品店裡 各種大熊貓周邊產品 淋浪滿目 一些不同的準備功夫 例如我們紅貓的不同的產品 我們紅貓的一些飲食相關的產品 希望它會陸陸續續帶給大家 因為這個熊貓的兒童餐造型很可愛 然後裡面的食物都是小孩子喜歡吃的 所以我們就給了這個熊貓兒童餐給我們孩子吃 今天本來來海洋公園 也是希望可以參觀一下熊貓 可是遺憾它今天沒有開 所以可能下次再有機會來到香港看 The Banders as a toy They're extremely cute The Banders as an animal they're extremely cute The first attraction is the Banders So we had heard that she had given birth to the twins And we were very excited I guess they were not open The twins are still very young So we miss that But yeah we were very excited too See the baby Banders 香港特區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認為 大熊貓的到來 除了能夠為香港市民帶來陪伴 在商品經濟方面 也能夠對香港帶來積極的影響 除了購買熊貓產品之餘 除了購買熊貓產品之餘 當去到商場或者店舖 對於商場都有機會帶來其他的悲憶 例如朋友去購買的意欲 其實也會增加去買其他產品 同時間如果朋友在商場 去幫他一些食事去光顧 去光顧都對商場 那個經濟是有大幫助的 香港目前共有六隻大熊貓 其中包括兩隻新進誕生的大熊貓寶寶 邵家輝相信 等六隻大熊貓與公眾見面後 香港的旅遊經濟也會得到提振 我們有時去參觀其他地方 在動物園 雖然他們可能是有熊貓 但很多時候 熊貓可能都是 進去裡面休息 未必可以看到熊貓的真樣 有時看到就很幸運了 現在我們有六隻大熊貓 我相信他們很多香港市民 看到的機會 或者又看到的機會 其實會增多很多 尤其是有兩隻 特別少的熊貓 會更加吸引遊客 有些人過來參觀和探望他們